臺中市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 因為參與了消防受訓課程 結果領取的危險加計 從一級降為二級 差了一千六百九十元 總共有將近三百名的消防員 被消防局追討 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八年間的 津貼拆額 總共差了三百萬元 引發爭議 熊熊燃燒的鐵皮 每一個火場都暗藏奪命的危機 消防人員救火 仰賴平常專業的訓練 但現在卻有基層消防員 出面向明代投訴 臺中市消防局以受訓期間工作 不具危險性為由 追討受訓消防員的危險加計 今天 臺中市消防局表示 危險加計分為兩級 外勤人員領取一級 危險加計八千四百三十五元 內勤與受訓人員 領取二級為六千七百四十五元 兩者之間差距一千六百九十元 二零一八年底 消防署以公文 釐清受訓者屬於二級加計後 於是追回近三百名消防員 一領的津貼 總金額約三百萬元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則認為二零一八年底的公文 從二零一九年開始生效 但這一波被追討津貼的消防員是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八年間受訓 法規不應訴及既往 消防署表示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八年消防人員受訓能否領一級危險加急 交由消防局人士單位 認定 臺中市消防局則說 消防員薪資資料可回溯到二零一四年 一切依法行政 記者楊鮑彭煥群 臺中報導